第2四题 一般家庭常见的电源插座如幼图夹衣柄 小萱欲使用台湾制造的电锅 110伏特880瓦 则他可以将电锅插在上述哪些电源上 使用而不会损坏 那我们看到标示写110伏特880瓦 就表示我要接在110伏特电源上 依根据老师上课所教的 这个形状上看他就是220伏特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饼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可以根据他所接的线 我们接在两条活线上就是220伏特 我们一条接活线一条接中性线 就是110伏特 所以甲跟椅都是110伏特 饼是220伏特 所以正常使用要接在甲椅上面 因此第2四题问我们说 他可以将电锅插在上述哪些电源上使用而不会损坏 我们答案选择是A 甲或乙 但是我在这里